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截至到14号这天 电影《花木兰》在猫眼淘飘飘的评分 均为不胜理想的7.6 豆瓣15万人打出了一个什么分呢 4.9 是对于好莱坞大片来说极其罕见的低分了 之前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这个片子不是延期了播放吗 我当然觉得挺可惜的 要是没有这个疫情的关系的话 我绝对去贡献了我自己的一票 到现在的话看看这口碑 我也就不去了吧 那么无论是对于普通观众 疫情之后的影院 还是说是对于迪士尼来说 花木兰在中国的票房表现 确实是让很多人都失望了 那么大道影片所传达的一个 英雄主义主题 小道是某一个人物的一个服装 化妆他的一个考州 中国观众对于花木兰的吐槽 可谓是铺天盖地 说他们不会讲故事 不会讲中国故事 对于中国文化存在偏见 受到刻板印象的影响 还有地域历史 民俗常识 这一些知识都非常的混乱 为了赢得中国市场 花木兰团队 它其实在制作前 曾花费了数月 对中国历史进行研究 甚至还邀请了中国相关部门 审阅剧本 以防万一 从各方面都表示了最大的诚意 然而这部好莱坞最顶级的 华人演员的阵容的迪士尼大片 却引起了中国普通观众的 强烈反弹 争议之大远超 以往各国各版的 这个国产的花木兰影视剧 确实我听说之前是说 是这一版花木兰拍的 是在所有的迪士尼的 就是有动画片来翻拍 真人版里面花费是最大的一部了 两个多亿嘛 对 没错 就是诚意满满 但我们也看到 在9月4号上线 这个迪士尼加之后 花木兰最初在烂番茄影评人那里 是拿到了80%的新鲜度 但随后呢 这个观众的评价出现了反转 如今来看啊 无论是影片 希望讨好的中国观众 还是对于原版的 动画有情节的国外的观众 似乎都不买账 唯一算得上安慰的就是啊 这个花木兰上线的首个周末 其流媒体票房收益 是为3350万美元 并为迪士尼加平台 带来了68%的下载增量 不过呢 对于这部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做的影片来说 在中国影院的票房表现 依然是评价其成败最重要的战绩之一 口碑提前泄露 盗版大面积传播 以及影院观众口碑低迷 等多重因素不利好 让花木兰那基本是失去了翻身的可能 从刻板印象到超级女英雄 迪士尼不会讲故事 还是野心太大了 去除时间的滤镜 迪士尼当年的这个动画版的花木兰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 当年他拍过一个动画版的 其实这个在当时的中国 也是遭遇了很大的一个争议的 对 其实啊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看 批评这个真人版花木兰的那些声音 其实在当年的这个动画版出来的时候 也有同样的声音 说他没有尊重这个援助啊 没有尊重这个中国的历史啊 来拍 所有的话 其实都是重新再上演了一遍的 1998年这个动画版 花木兰上映的时候 关于外国人讲中国故事 以及影片当中所呈现出来的 中国文化的一个错位认知 当时就在国内 引起了一些广泛的批评啊 而当年的迪士尼呢 确实是希望通过一个艺术再创作 把整个影片是会转为了 变成了一个美国观众 可以理解的迪士尼公主故事 所以他当时整个target的人群 应该是在美国观众 他们喜欢的中国故事 但是20年后今天不一样了 真人版花木兰面临的是 完全不同的环境 中国已经不再是单纯的 民间传说原产地 而是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 那么迪士尼面临的任务 也就出现了变化 这一次他就得把这花木兰啊 必须同时满足中外观众的 不同期待 那么最终问世的这个 真人版的花木兰变成了迎合 两方观众诉求的 一个混合物了 确实啊 从这个选择就可以 这个选角色就可以看得出来 绝对是煞费苦心的 好像说是当时 就是选了几千个人吧 对最后找了这个 会说英文的中国演员 刘一飞 美国级演员 美国级演员 所以正好他可能 我们可以从这么简单的 一个选角上就能感觉到 他是希望能够满足 两边观众 对于这个人物的认知 没错 我之前还听到一些小八卦 就是说好像 如果说是张子怡 在年轻十岁的话 就是再到回十年之前 来拍这个花木兰的话 还是有可能的 这个角色一定是他的 对他还真挺适合的 对因为他也拍过 比如说像什么 《霍虎》 《霍虎》 所以他是一个 也是一个半个功夫明星 这么一个角色 然后对于这个 好莱坞确实有一定的 这个认知度的 所以他好像是 比较符合这个角色 但是现在确实不是十年前了 所以这个角色就 花落到了这个 刘一飞的身上了 我们也确实看到 这个电影的故事情节 浮化甚至是一些 场景镜头 都与动画是有诸多的对照 但是真人版又像是 国产古装片 进行了一个妥协 我们也看到 之前有很多 比如说是什么歌舞场景 还有最可爱的一个 你还记不记得 有一个小龙形象的 有常呼吸的 那个木须龙 木须龙 对 他里面特别灵动的一个 你说完全是一个 如果说是一个参军 战争题材 可能会稍稍显得有些乏味 但是这个木须龙一出来的话 他都很活泼 他又喜欢开玩笑 整个片子就会活跃起来了 但是在这一次的真人版里面 这一类的一些 极其迪士尼的元素 是被拿剪掉了 另一层重大的转变 就是在对于这个 女性主题的呈现之上 动画片花木兰讲述的是一个 勇敢坚强的女孩 在替父从军之后 完成个人成长的故事 而真人版呢 它的一个主线情节 好像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却明显地去强化了 花木兰对女性 自我认同的刻画 明显是受到了当下 好莱坞 性别平等思潮的影响 基于主题的这种改变 故事在一些人物设定上 也进行了调整 但正是这些调整 引起了中国观众的不适 比如真人版 加入一个气的概念 气功内气 但这一点就遭到了 很多中国观众的诟病 因为在传统的中国功夫中 其实是没有气这个概念的 你这么说好像也是 这个影片当中 对于这个气 它的一个解释 就是说宇宙万物 皆统一于气 人亦由气而生 但唯有赤子之心方 能使人气合一 那么这应该是影片 对动画片中 一个太集中阴阳柔刚的 一个延伸 而在这个女权的表达之下 这个气也是成为了 一个女性身份的隐喻 也正是因为气的存在 就让花木兰成为了 从小就比大部分男性 更具有战斗力 却格格不入的 一个天选之子 那么这样的处理 无论是对动画版 还是对民间传说的 花木兰都是一种颠覆 花木兰不再是一个 出身无奇 但是意志不凡的 平民小姑娘 她反而就变成了一个 拥有大片主角光环的 一个超级女英雄了 这里面说的 好像跟我们当年学的 这个积极富积极里面 那些形象 真的是不太一样了 那么在好莱坞近年 强调政治环境正确的 情况之下 这样的尝试 对于在真人改编之上 一项较为保守的迪士尼来说 确实是一次突破 只是这个剧情逻辑 和节奏的影响之下 这样的调整 是不仅没有发挥出 原本主题拔高的作用 反而又带来了 很多的尴尬 就比如说 刚刚我们说到 这个气的元素 也许就是创作团队 是希望他能发挥出 那种神秘的东方色彩 但好像中国观众 并没有对此买账 还有就是说龙 就是刚才你说到 那个木居龙 小龙 他在中国传统故事中 其实是神圣而高贵的象征 鉴于中国观众的传统认知 迪士尼删除了 作为宠物出现的木居 同时加入了一个 聂琴重生的这个 就是聂盘重生的 这个凤凰的异象 作为木兰 自我身份认知的一个外化 引领着木兰的人物成长 那但是其过于生硬的处理 和简单的特效 反而构成了一个新槽点 确实啊 无论是从故事的创作 制作的部分 都明显地看得出 华木兰对于中国观众 认可的看重 更不用说是豪华的 华人明星阵容 他们在最初的这个造型 和海报放出来的时候 中国观众对于 这部电影的期待值 好像就是很高的了 那么和这个动画版 不同的是 真人电影除了 对故事的深度要求 更高之外 其从历史文化背景 故事背景 到人物的这个服装化妆 都是要更加严谨的 一些考究 但显然在这一点 真人版的华木兰 并没有说服观众啊 中国市场落败后 这个迪士尼恐怕会庆幸 当时将华木兰 放上线的英明决定 上月迪士尼财报 披露的当天呢 华木兰宣布 将一个月后的九月初 在这个流媒体平台 迪士尼家上面 以会员点播的方式上线 会员包月的基础上 再付29块9毛9美元 和其他点播影片 48小时 有效观看不同的 华木兰一旦你点播 便可以无限的观看 看很多次 直到12月4号 该影片将面向 迪士尼家的所有的 会员用户 免费的来进行开放 所以你不管喜不喜欢 这一版真人版的 华木兰 如果你点进去看了 其实它就已经是达到了 它的一个商业目的了 如果你真的喜欢 华木兰这个角色的话 不妨再去翻到这个古文 我们来读一下 这个经典的故事了 好的 今天时间关系 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